还要提醒您哦 现在标榜有抗氧化作用的绿茶锭 是目前非常夯的健康食品 不过呢 现在有国内学者就指出说了 吃绿茶锭跟喝绿茶可是不一样的 因为由于绿茶锭的浓度非常高 因此绿茶您可以一天喝好多杯 但是呢 绿茶锭它是浓缩萃取的 每天如果吃超过29毫克的话 恐怕就有爆肝危机 喝绿茶具有解腻 市面上有不少观众绿茶 还标榜有茶多酚可以抗氧化 很多人把绿茶当水喝 但是将绿茶浓缩萃取 变成一颗颗绿茶锭 可不是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市面上发出这种强调 有儿茶素跟茶多酚的绿茶呢 一天可以喝上一整瓶都没有问题 不过当绿茶浓缩成为绿茶素之后呢 一天如果吃超过6颗 长久下来可能就会有爆肝的危机 当你把这个茶多酚用一些方法 把它浓缩变成绿茶 所谓的一个药丸一样来吃的时候 那里面的浓度 茶多酚的浓度 比你喝的茶叶里面的浓度 可能高几百倍几千倍 国立阳明大学环境与卫生研究所的 刘教授指出 绿茶锭绝对不等于绿茶 因为浓度差太多 以一颗含有4.4毫克 茶多酚的绿茶锭来说 一天只能吃10到29毫克 也就是最多7颗 超过恐怕就会爆肝 在国外就有好几起吃绿茶锭吃到爆肝的案例 刘教授表示 就算是通过认证的保健食品 也是在标准用量内才有帮助 吃多了无法吸收事小 最怕是伤了身体 中天新闻林真 燕刚梦柔 高尚报道